为什么地球上没有进化出会喷火的动物? 虽然在人类的传说之中存在着各式各样会喷火的动物, 但真实的世界中是没有这种动物存在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碳基生物, 无法承受火焰的高温, 因此地球上没有进化出会喷火的动物, 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 实际上,一个会喷火的动物并不是一定要在身体之内形成火焰, 然后再将其喷出去。 由于地球大气层中含有大量的氧气作为助燃物, 因此,假如一个动物能在身体之内合成某种易燃物质, 还能够将这些易燃物质喷出体外, 并将其在体外点燃, 那么它就可以在无需承受火焰高温的情况下实现喷火。 对于地球上很多动物而言, 进化出在身体之内合成易燃物质并将其喷出体外这种能力并不算难。 而我们都知道,地球上早已进化出了会发电的动物, 而电只要能形成短路就可以实现点火, 所以地球上的动物也有进化出点火装置的能力。 由此可见, 从理论上来讲, 我们并不能排除地球上进化出喷火动物的可能。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地球上没有进化出会喷火的动物呢? 想象一下, 一个会喷火的动物会将喷火这个技能放在哪方面呢? 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进攻和防御。 由于火焰的能量密度相对较低, 因此动物每次喷火的时候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 来进行持续且猛烈的喷火, 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动物将自己平时存储下来的能量, 以热能的形式进行集中的释放。 实际上, 这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能量使用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数据。 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类, 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跑步一小时, 其所需要的热量大约为630大卡, 这大概只相当于0.08升汽油的热量。 据此, 我们可以推测出, 动物每一次喷火消耗的能量, 很可能都足够自己支持好几天甚至更久的活动需求了。 所以, 从能量使用的效率来看, 喷火相当不划算。 毕竟在大自然中获取能量是非常辛苦的, 动物必须要精打细算, 否则的话就会被自然选择无情地淘汰。 退一步讲, 即使某种动物能够在大自然中轻易地获得燃料, 并且成功地进化成了会喷火的动物, 它们也不会在地球上存在太久。 要知道, 燃烧是一种剧烈的化学反应, 只要具备燃烧的三要素, 即可燃物、 助燃物与点火源, 火就会不可避免地越烧越旺。 可以想象的是, 假如地球上真的出现了会喷火的动物, 那么它们就随时可能在充满可燃物的大自然中引发大火。 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的生存之地将会很快变成一片焦土。 总而言之,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 地球上的动物具备了进化出喷火技能的潜力, 但由于喷火的能量使用效率极低, 同时对动物自身的生存具有很高的风险, 因此地球上就没有进化出会喷火的动物。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地球上没有动物会喷火, 但是有一些植物却进化出了利用火的能力, 例如安树。 安树的枝叶含有大量的叶油, 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安树的生长速度又很快, 所以安树生长的区域就常常会堆积起大量的易燃物质, 非常容易起火, 有时候甚至是强烈的太阳照射就能够将它们点燃, 而时不时地引发大火, 正是安树的一种残酷的生存策略, 因为大火可以把他们周围的竞争者清除掉。 当然了, 安树也会遭到大火的侵袭, 但他们早已进化出了厚厚的树皮, 这可以帮助他们抵挡火焰的制靠, 而他们树皮之下还存在着处于休眠状态的芽, 在感受到高温之后, 这些芽就会退出休眠状态并迅速萌发。 除此之外, 安树的种子也拥有可以抵挡火焰的坚硬外壳, 大火之后, 这些种子的外壳也会裂开, 然后生根发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